我的主張清查所有公立 全力興建 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 瞬間心事淡淡 台北市長柯文哲 發出豪語要蓋公共住宅 設下四年兩萬戶 八年五萬戶的遠大目標 還說上任四年內要蓋完 只是目前離當初的目標 還遠得很 松山區這邊的健康公宅 預計七八月就會完工 只是呢 這是在前市長郝龍斌任內 就規劃完成的 台北市公共住宅 到二零一八年底 也就是柯文哲上任滿四周年 只有三千多戶完工 達成率僅十七點二趴 而且在扣除前市長郝龍斌任內完工 以及轉座公宅的捷運連開宅 柯文哲任內規劃完工 僅一千三百多戶 不是市府團隊 坐在家裡 睡覺不做事 反而是一天當兩天用 贊成的人 隱性不發表意見 反對的人 顯性發表意見 市府就是 一二再再二三的溝通 對柯市府承諾跳票 杜法局長林周銘表示 只要有居民反對 就會暫停發包 重新溝通 柯文哲這個公仔的爭執 其實是面臨很大的考驗 否則的話蓋起來也不差了 林周銘講的話只有對一半了 也許有能贊成 但並不是代表贊成人不出來講話 對在地很多基民來講 他認為說蓋了之後確實在交流方面會影響到它 生活技能方面也可能對當地造成比較大的負擔 承諾明年底會照預估數字完工 只不過照都發局目前規劃 即便到2020年也只能完成9000多戶 距離柯文哲的四年兩萬戶 八年五萬戶目標 實在有一大段差距 柯市長2018還沒連任 2014政策先跳票 記者綜合報導